土耳其共和国建国至今才97年 但两位强人总统凯默尔及艾尔段 执政的时间就超过40年 他们一个是实施全面欧化 带领土耳其走向世俗化道路的土耳其国父 一个是坚持固守穆斯林传统的伊斯兰弟兄 两条路线看似敌对 却像两个连生兄弟 使用同样的专制高压手段 巩固他们对于权力的梦想 周四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新月国度 土耳其的过去与未来 就在公共电视